然后看专题四叫做行政诉讼参加人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学到原告被告第三人 诉讼代表人和代理人 然后原告和被告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原告 原告是谁呢 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复义里面学到的申请人 那申请人里面我说了是相对人和相关人 对吧 在行政诉讼原告里面呢也是这个逻辑 也是相对人和相关人啊 然后基本上啊这个公式是在这里面通用的啊 然后在资格转移部分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啊 公民死亡了 然后禁亲属啊做原告 然后法人或其他组织中止了 我在这里呢把它缩写为组织啊 那么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啊 做原告是不是一样的啊 然后有关相关人呢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咱们有一条规定呢 详细给你列了啊 告诉你说这些人呢 就是与行政行为有厉害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倍速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第二个 在行政负义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第三 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那这个主语是谁呀 受害人对吧 哎 你看啊 这个是一个加害人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受害人啊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他是这个 他是其中一方的相对人 然后呢 他就属于相关人 然后呢 他认为呢 要去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又没有追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去做原告 对吧 然后第四个啊 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合法权益的 跟行政行为相关的 然后第五呢 是为维护资深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啊 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 做出或未做出处理的投诉的啊 然后第六个人是其他 然后另外呢 哎 又补充了一个情形 就是债权人的情况 那你说这个债权人呢 原则上来讲 债权债务是民法的问题 是迷失诉讼的问题 那为什么在行政诉讼里面 他又能做原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债权人以行政机关 对债务人所做的行政行为 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 然后法院呢 应当告知其呢 就民事争议去提起民事诉讼啊 因为毕竟呢 还是你这个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事情啊 然后但是啊 来看但是 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时啊 应依法应欲保护 或者应欲考虑的除外 也就是说 行政机关当时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 是需要去考虑啊 或者是应当啊 考虑呢 保护这个 债权人的权益的时候啊 这种时候呢 你才能够作为 原告来提起行政诉讼啊 然后在这里呢 给大家呢 去简化了一下 有关相关人 都是哪些人呢 相邻权人 公平竞争权人 行政程序当中的第三人啊 要求追究 加害人责任的 受害人 然后呢 还有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 涉及合法权益的人 以及刚才说的那个投诉人 和这里的债权人啊 这里是高度简化了 然后你要能够还原回去 尤其是有关这一条啊 哎 了解一下 原则上来讲 债权人啊 是民事诉讼的事情 那一旦这个选项里面说到说 哎 没有做这个条件的限制 就说了这个债权人 可以去作为原告的话 那可能就是不严谨的 因为呢 他一定要有啊 这句话啊 一个限制在里面才可以 那具体情况下 原告资格的确定啊 这里内容呢 哎 稍微多一点 我们一个个来看啊 那由于呢 这个原告的这个性质不一样 然后你具体就要看一下 到底谁来做原告啊 然后看第一个啊 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话呢 你要看他有没有字号啊 比如说他叫某某某 合伙企业 哎 他有核准登记的 那么就以他核准登记的这个 来做原告 那如果是没有依法 啊 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 说的是个人合伙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全体合伙人 为原告啊 前面这个是合伙企业 这个是个人合伙啊 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那么全体合伙人呢 他也可以推选代表人啊 被推选的代表人 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来出具推选书啊 然后看第二个叫做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呢 他也是有营业执照的啊 所以呢 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 那如果是有字号的话呢 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啊 并且要注明啊 有关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啊 你可以说 其实个体工商户就是他家的嘛 但是不一样啊 所以你看这里啊 我们还要看这个有没有字号啊 还是有点差异的啊 然后第三个啊 是说的是投资各方啊 那就是联营企业中外合资 或者是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 合作各方 他如果认为呢 哎这个企业的权益 或者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 那么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自己的名义是什么名义 就是这个联营合资 合作各方自己的名义啊 然后第四个 非国有企业啊 非国有企业啊 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 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 或者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的啊 那企业或者是法定代表人 都可以去提起诉讼啊 第五个说的是这个股份制企业啊 那股份制企业它里面有这个三会嘛 股东大会啊 然后股东会啊 然后还有董事会啊 这里可没有监事会啊 然后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啊 行政行为侵犯其企业经营自主权的 可以以企业的名义啊 来提起诉讼 注意这里不是以这个会 他自己的名义 是以这个企业的名义来提起诉讼的 然后第六个呢 说的是非盈利法人的出资人 还有设立人啊 然后认为呢 这个行政行为损害了法人的合法权益 什么法人呢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啊 这些呢都属于非盈利法人 那么这个出资人和设立人呢 可以以他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讼 第七呢 说的是业主委员会啊 那对于行政机关做出的 涉及到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这个自己的名义是谁呢 就是这个业主委员会的名义啊 然后第八个啊 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公益诉讼啊 我们来看一下 检察院啊 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啊 什么职责呀 法律监督对吧 然后发现了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啊 然后国有财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啊 等领域啊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啊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啊 他说的是这些领域的啊 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 认为他是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是不作为的 就有问题对吧 然后呢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那他首先呢应当向这个行政机关呢 提出检查建议啊 我来先对你提出检查建议 督促他依法履行职责啊 如果这个行政机关呢 他不听他不依法履行职责啊 还我心我素的 然后这个时候检察院 他就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况 可以向法院呢去提起诉讼 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好你把这里知道一下 他是有前提的对吧 他是在啊 这些领域啊 他履行职责的过程当中发现 有违法或不作为的情况 然后呢致使啊 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然后干嘛 他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吗 他不能对吧 因为他本身 他的职责也不是干这事的 所以他的职责首先是要干嘛 要提出检查建议 所以这个里面啊 有一个流程在里面啊 你把它理解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看你刚才学的那些消化的怎么样啊 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从而成为原告的情形 然后你大概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他是考你的那个规定啊 什么相邻权人 然后呢 什么公平竞争权人 什么行政程序第三人 然后你快速看一下 A选项 倍速的行政行为 设计其相邻权的 这个是可以对 作为原告对吧 然后B 要求主管的行政机关 依法追究 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这是可以的啊 然后C 与撤销变更的行政行为 没有法律上厉害关系的 你没有法律上厉害关系 那你怎么做原告呀 所以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啊 然后D选项 倍速的行政行为 涉及公平竞争权的 这个对对吧 A选项 在复义程序中 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这个也属于啊 所以你看这道题啊 看起来挺多 但是呢 就是考你最根本的那一点啊 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 才是成为原告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被告啊 原告啊 相对简单一点啊 被告呢 稍微有点多 没事啊 咱一点点看啊 被告是谁啊 被告是那个行政主体 对吧 所以呢 它要么是行政机关 要么是法律法律出现的组织 它不可能是工作人员 当然也不可能是国家 对吧 说的就是这点事 然后这里呢 稍微有个小复杂的啊 叫做被告的变更和追加 这个比较特别啊 咱们读一下 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 什么叫不适格呀 就是不对 起诉的这个被告不对 然后法院呢 应当告知 原告呢 变更被告 因为它不对嘛 所以法院告诉你 你要变更被告啊 然后原告呢 这个时候呢 哎 他就开始啊 他有的时候他就同意了 我变更被告 有的时候呢 我不同意 我还要告他 但是他又不合法啊 对吧 他不适格呀 那这个时候法院干嘛 因为你这个被告有问题嘛 那裁定国会起诉嘛 程序就进行不下去了 好吧 然后再看啊 这个呢 是属于错的情况 对吧 不适格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应当追加被告 而被告不同意追加的 那比如说那种 哎 共同被告的情况下 你只告了其中一个 然后呢 我让你把另外一个加上 然后呢 你不同意啊 然后呢 法院应当通知 其第三人的身份啊 参加诉讼 也就是我让你追加的那个 你不追加 然后呢 我通知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然后但是啊 行政赋议机关啊 做共同被告的除外 那就如果是行政赋议机关啊 是做共同被告的情况下 即使你不同意追加的话 我也要把它追加为共同被告 而不是把它追加为第三人 然后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简化了一下啊 其实也是借用了啊 一条总结啊 那么是这样说的啊 叫做错辩驳 就是不适合的情况下 就是被告错了嘛 错的话呢 我就告诉你要变更 如果你不变更的话呢 那么就驳回啊 这叫错辩驳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漏掉了 就是需要追加被告 而不同意追加的情况下 漏掉的话呢 你就把它加上嘛 对吧 如果你不加的话呢 就转成第三人 但是呢 在行政负义机关啊 做共同被告的情况下 你看 负义维持共同告啊 这个负义维持共同告 是后面我们要讲的内容 我把它先加上了 你就注意它这里是 哎 共同 做共同被告的情况下 那么 如果是漏掉了 要加 不加的话呢 也要把它列为 共同被告啊 这里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考的概率呢 不是很高 但是既然有这条规定啊 所以呢 还是给大家 去总结了一下啊 但是这块的话呢 你看一下 你能不能 能够快速的把这九个字 把它记住吧 好了 我们看行政诉讼被告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呢 这三个内容 都不是新内容 你看第一个 没有反诉权 在特征地方讲过了 然后呢 他的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特征讲过 在原则也讲过 然后第三个呢 有权依法改变执行 或者是 改变被诉的行政行为 那这个 有关执行的问题呢 就是原则里面讲到的 那个 不停止执行 对吧 这个改变呢 你需要知道一下 其实在复义的地方 在复义过程当中 是可以改变这个行政行为的 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也是可以改变被诉的行政行为的 好吧 然后我们看具体情形下 被告资格的确定啊 然后我们来看最一般的情况 当然是 谁做出行政行为 谁做被告了 所以呢 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是被告 这个是最最最最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所有的都是这种情况 那咱就省心了 不用学了啊 然后后面开始了啊 由于这个管理的复杂性啊 所以呢 导致了 这个行政诉讼的被告的情形就比较多啊 咱们一个个来看啊 看第二个 叫做经上级机关批准做出的行政行为的 请大家先回忆一下 我们在复义里面啊 如果是批准的情况下 那谁做被申请人呀 批准机关对吧 批准机关 但是呢 在这个诉讼里面 不太一样了啊 它是以对外啊 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 署名的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啊 这里面是有差异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组建机构做出行政行为的 那你看它叫组建的机构啊 一般来说这个机构呢 都是没有办法去独立的啊 也就是民权责往往是缺失的 那么行政机关的组建 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 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 那它自己不是行政主体 对吧 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做出行政行为 当事人不符提提诉讼的 因为他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嘛 所以你当然要找能够承担责任的 那就是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啊 找他才好使啊 他是做被告 然后看这个复役的案件啊 复役的案件呢 我们要看一下啊 它有三种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维持的情况 维持的情况下 你想啊原机关做出了 然后呢复役机关又认同了 这个时候呢 两个机关是做共同被告的 所以我们叫做复役维持共同告啊 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复役之后呢 它既有维持的部分 又有改变的部分 或者是还有不欲受理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按照维持的基本的逻辑来处理 就是啊 两个机关做共同被告啊 你就记住复役维持共同告啊 然后我们来看改变 改变的话呢 是复役机关来做被告的啊 改变单独告 那这种改变呢 是有哪些情况呢 一种呢 是复役机关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结果不一样了 当然是改变 对吧 然后如果是说这个复役机关呢 它只是改变了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 然后改变了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 就是前提它变了 但是呢 它没有改变结果 那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按照维持的结论来处理的 然后在改变的第二种情况下呢 就是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了 这个也是一种改变呀 因为原来行政行为被你搞没了 无效了啊 然后第三个呢 认为原行政行为违法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注意有除外情况 如果是复役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的除外啊 注意这里呢 注意这里呢 这个特殊的情况 然后啊 由于呢 以上的这三种呢 都是属于改变的情况 所以呢 哎 这种情况下都是复役机关 因为是复役机关改变的 所以复役机关呢 是做被告的 但是你看这种情况下 由于呢 是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啊 去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那么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啊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种特殊的情况啊 那第三个呢 叫做不作为 不作为的话呢 你要看啊 他说的是谁不作为呢 说的是复役机关不作为 那原来的这个行政行为呢 是谁做出的 是原行行为机关做出的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你对这个原行为不符的话 那么你就去告原这个行为机关 如果说你是告这个复役机关 不作为的话呢 那你就是以复役机关做被告 那以上的呢 简化出来的就是这句话 叫做维持共同告 改变单独告 不作为选择告啊 把这几句话记住就可以了 前面的那些内容有点多啊 然后有关什么情况下是改变啊 你了解一下 有个印象啊 能够做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更多的时候呢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维持共同告 和改变单独告 不作为选择告 这几句话啊 需要马上能够判断出来 然后第五呢 是多机关共同做出的 那当然是多机关做共同被告 对吧 那委托呢 委托的情况下 委托方成则 委托方做被告啊 这两点呢 不是新内容啊 然后我们看第七个啊 叫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做出的行动行为啊 那他如果是有授权的情况下啊 他当然是他自己做被告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两种特殊的情况 我们看第一个 如果是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授权啊 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内设机构 排除机构 或者其他组织 超出授权范围了啊 实施行政行为的 那么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实施啊 该行为的机构 或者组织为被告啊 那你比如说啊 你给予一个罚款 比如说罚款正常是五百元的范围 那他如果是处罚到了一千元 按照这个呢 来说他超出了授权范围 他仍然是以这个 做出罚款的这一方来做被告的啊 然后看第二点规定 说的是没有法律法规 或者是规章的啊 规定啊 然后呢 他没有规定 然后行政机关呢 授权其内设机构 派出机构 或者是其他组织 行事行政职权的 那你由于是没有规定 那你怎么能去授权呢 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假授权 是一个真委托啊 啊 所以他说属于行政诉讼法 第26条规定的委托啊 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 那么当然去找委托方对吧 委托方呢 就是该行政机关 为被告 好吧 所以这里呢 其实看着复杂啊 但是说起来都还好 对吧 然后呢 给大家简化了一下 就是有授权的话 当然是这个机构本身啊 做被告 那有授权的话 超出授权范围的啊 也是以这个机构为被告 而没有授权 那你把这个权力再授给他 那你这种授权实质上是委托 所以呢 是行政机关来做被告 好了 接下来咱们看第八个啊 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复义里面呢 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看谁来承接对吧 谁来继续 那谁就做被申请人 然后我们来看诉讼 有哪些不一样呢 那首先的话呢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判断啊 有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 那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他做被告 那如果没有下家的话 怎么办 没有下家的话 就是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那么以所属的政府为被告啊 你看这里啊 是不一样了 对吧 然后如果是实行垂直领导的 垂直领导的 那条条管辖 所以垂直领导的情况下呢 就是上一级行政机关来做被告 对吧 那你看他在这个里面 其实也涉及到我们前面讲到的 条条管辖和条快管辖 条快管辖就是地方也可以管 那地方可以管的时候呢 就是以所属的人民政府为被告 如果地方呢 没有办法管 因为他属于条条管辖的 那他就只能去找垂直领导的 上一级行政机关 对吧 所以你看这里的内容呢 也是涉及到 咱们前面学到的那些内容啊 你学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第九个啊 开发区管理机构及所属职能部门啊 这块呢也稍微有点拧巴 咱们一个个来分析啊 主要是你在学法条规定的时候呢 你要能画出关键词 画错了 你就理解错了啊 来我们来看 当事人对于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啊 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啊 然后你看 他的核心词是谁啊 是开发区对吧 开发区 然后呢 他的修饰词是谁呢 是国务院啊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 是这样的一个开发区啊 然后这个开发区呢 他有一个管理机构啊 这个管理机构呢 在现实当中呢 实际上叫做管理委员会啊 那么他相当于呢 就是一个综合管理的一个小政府的感觉了啊 然后啊 对于他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以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 为什么可以以他为被告呢 因为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行政主体 好吧 然后看第二个 对于啊 同样是这个啊 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啊 那么管理机构所属的职能部门 就是他啊 下面的一些职能部门啊 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以其职能部门为被告 为什么职能部门能做被告呢 因为职能部门呢 是行政主体 明白吗 你就想 你比如想啊 你相当于一个区政府 区政府的职能部门 是可以做行政主体 是被告的吧 所以这里你一定要注意啊 他最重要的前提 你需要记的是什么 就是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啊 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一定要搞清楚啊 然后啊 咱们来看第三点啊 对于其他开发区 要请大家注意 他的啊 中心词是开发区对吧 然后呢 他的修饰词是其他 那什么其他呢 也就是不是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 是其他的开发区 好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管理机构所属的职能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 以开发区管理机构啊 为被告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职能部门本身呢 他不是行政主体的 他没有这个资格了啊 所以呢 就先找开发区管理机构啊 然后就是默认为啊 他是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啊 这句话 他的建立的前提是这个啊 否则的话 你就没法读了啊 所以就是可以以他为被告 但是呢 如果发现呢 这个开发区管理机构本身呢 他也没有行政主体资格 那我还要找行政主体对吧 那就找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 找他为被告 明白了不 哎 能感觉到这个逻辑在里头啊 我在底下还加了个说明啊 意思呢 你应该知道啊 好了 那最重要的还是找谁 找 行政主体对吧 还有就是我已经教你怎么来读这个规定了啊 然后我们看第十个啊 村委会居委会啊 村委会和居委会呢 这两条规定呢 哎 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是对于啊 根据授权去履行职责的行为不符的 那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他是一个什么 法律反规授权的组织对吧 哎 然后呢 他是以村民委员会 或者是居民委员会 自己为被告 因为他就是行政主体了啊 但是如果是说对于啊 村委会居委会受行政机关委托 委托的情况下 谁做被告 委托方做被告 对吧 哎 委托行政机关 做被告啊 被授权的时候 就是自己嘛 被委托的时候 就是找委托机关 然后我们看第十一个 十一个跟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你看 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 他跟前面那一页都是一样的 他都可以啊 由于授权 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当他有授权的情况下 就是他自己做被告 如果没有授权 是被委托的 就是委托方做被告 所以十和十一的一个简化的逻辑 都是一样的 然后十二啊 房屋征收部门啊 这里面跟前面不太一样了啊 咱们看一下 事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啊 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 做出行政行为的 谁做出呢 哎 这个时候呢 是 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啊 因为他自己就是行政主体 那如果是委托 委托给谁呢 委托给征收的实施单位啊 那他来实施的时候 就是跟委托的那个规则是一样的 那谁委托他的呢 是受到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 那么就是房屋征收部门 作为被告 对吧 哎 给大家简化了一下 然后十三个是行政许可的案件啊 这个呢 你更多一点啊 大家来看 第一段啊 当事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提起诉讼的 那么原则上来说是谁做出嘛 谁就做被告 没问题啊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上级机关批准了 那 接下来不是问你是谁做被告啊 他又加了一句话 当事人对于批准或不批准行为不服 一并提起诉讼的 什么叫一并啊 就是他对其他的不服 同时呢 对于这个批准或不批准的行为 也不服的 然后呢 就是直接去找上级行政机关啊 让他做共同被告啊 上级行政机关和他啊 之前起诉的那个 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啊 一起做被告 然后行政许可依法经下级行政机关 或者是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初步审查并上报啊 由下到上 有一个哎 上报的 那么当事人对于不欲初步审查 或者不欲上报不服的 所以你看他的 他对于什么不服呢 对的是这个下级或者是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他不初步审查或者不欲上报的 那么谁不审查 谁不上报呀 那肯定就是下级机关或者是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嘛 所以他自己就做被告 OK啊 然后后面这个啊 行政许可依法根据那个相应的规定 是统一办理 看这里有行政许可的统一办理了 那行政许可的 当事人对于行政许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注意这里是统一办理 那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了好多机关呀 那你谁为被告呢 我们要确定 怎么确定呢 以对当事人做出具有实质影响的不利行为的机关为被告 来把这个画出来 实质影响的不利的行为的机关为被告 你看行政许可案件呢 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谁做出谁做被告 如果呢是对于批准或不批准不服一并去起诉的 那么上级机关呢 一起做共同被告 那如果是不欲初步审查或不欲上报不服的 谁不审查 谁不上报 那不审查 不上报的这个下级行政许可或组织做被告 在统一办理的情况下 注意呢 实质影响的不利行为的机关做被告 最后就记简化吧 内容少一点 好吧 然后一个叫做共同诉讼啊 这是被告里面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其实共同诉讼呢 要是展开啊 还能写很多啊 在这里呢 只是给你 简单的 其实就相当于让你了解一下 说的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啊 原告方或者被告方 或者是原告被告方都是两人以上的 因为同一个行政行为发生行政争议 然后法院的认为必须合并审理 还有呢 或者因为同类的 这是两种情况啊 第一种情况呢 是因为同一个行政行为 然后呢 这里呢 是由于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 法院认为呢 可以合并审理的 那么经过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他其实呢 把共同诉讼的两种情况啊 介绍了一下 但是他没告诉你叫什么名啊 然后啊 他说了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啊 如果没有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参加 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啊 申请参加 因为呢 他是必须要参加共同诉讼的 要不呢 是你自己去申请 要不呢 就是法院通知你来参加 好 有关共同诉讼呢 书上呢 就给大家啊 介绍了这么多啊 你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下列有关行政诉讼被告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啊 A 行政诉讼被告对原告的诉讼求 具有反诉权 这个有点扯啊 咱不说了吗 这个是恒定的位置 不能换啊 B选项 行政诉讼被告可以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他一定是行政主体 他不可能是里面的人 对吧 然后C 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 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率的文书上署名的 啊 这个行政机关 被告啊 这个咱们说过了 这个是对的 对吧 然后D选项 复义机关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 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和复义机关作为共同被告 咱们说了 就维持共同告 改变单独告 所以这里你看 它整个就扭了 对吧 你如果说做共同被告的话 那你前面改成 维持 对吧 如果你前面写了改变 那后面就是以复义机关为被告啊 所以这个呢 错的很结实啊 然后这要题就是选C选项啊 你没有选对啊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啊 因为被告的内容呢 还比较重要啊 所以这里呢 我又找了一道题啊 这要题呢 除了被告呢 还有关管辖啊 还有前面有关的这个家属罚款的内容啊 一起来过一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 这是一个行政主体对吧 然后呢 他因为假公司违法的行为责令期停产停业 并没收违法所得两万元 罚款一万元啊 他干嘛了 他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 处罚谁呢 处罚假公司 公司不服呢 向区政府申请行政服役啊 然后你来看一下啊 呃 这个时候呢 他是一个选择管辖对吧 他既可以找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又可以找本地政府啊 所以他找区政府申请行政服役了 然后呢 区政府把没收违法所得改成了啊 一万五千元 他原来是两万啊 改成了一万五 其他的两项处罚决定不变 啊 然后呢 假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了 那你看这道题里的关键点在哪呢 就是这个 嗯 复义啊 复义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呀 他维持了一部分 然后呢 他又改变了一部分啊 你要想一下他的性质是什么 想起来的吗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维持的情况下 单纯的维持可能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维持的同时 又改变了一部分 这个时候呢 仍然按照维持来处理啊 所以这个里面 还适用的是什么 就做维持共同告 对吧 啊 维持共同告 那维持共同告了 他说 区市场捐图管理局为被告 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因为他少了一块 对吧 哎 他应该是把区政府也带上 所以A选项是错的 然后我们来看B选项 嗯 可以向区市场捐图管理局所在地的 终极法院来起诉 呃 那这道题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考虑到了 他有一个 级别管辖的问题啊 那我们在前面这个 级别管辖里面呢 最后说了一个小点 那个小点里面说的是什么 我们应当是在这个维持共同告的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有共同被告的情况下 以最初做出行政行为所在地的这个机关 来确认他的级别管辖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应当是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他的这个层级来确定级别管辖 那他应当是由基层法院来管辖 对吧 啊 他不是区政府了 那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你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 他就是属于 哎 基层法院管辖 OK吧 然后新选项 如果假公司逾期未交罚款 那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加处罚款 但要将标准告知假公司 哎 这个对吧 加处罚款 这是处罚那一招的内容 对吧 哎 要告知啊 然后递选项啊 嗯 决定行政处罚的数额时 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啊 你有见过这个处罚数额的时候 要跟当事人去商量 说你你你同意了 我才罚你这些 啊 这个是错的 对吧 所以呢 哎 照题呢 你看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啊 放在这呢 因为你有关 啊 相关的内容都学过了啊 所以这里面咱们稍稍的 提一下难度啊 答案呢 是选 C选项 呃 然后这里难的呢 一个呢 就是这块啊 就是既有维持 然后又有改变的情况下啊 然后呢 是 这个是事未维持的 所以呢 是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和复义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啊 啊 好了 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 啊 然后呢 就是 以谁来确定级别管辖啊 以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来确定管辖啊 所以呢 它是一个基层的管辖啊 但同时你要注意 其实有一点还 他还没有完全的提到啊 就是啊 他其实呢 他还要考虑一个什么管辖呢 就是一个地域管辖的问题啊 在共同地域管辖里面呢 第三点啊 经过复义的案件 是两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 所以呢 级别管辖你确认了是基层法院管辖 同时你要知道呢 两个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呢 都有管辖权啊 然后看最后一个呢 哎 这个内容呢 是我们前面已经在处罚和强制部分学过的啊 那么你完全是要根据前面的一些知识啊 才能把C个D去选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人啊 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呢 这一页呢 前三点的造型呢 基本上跟行政复义的第三人是一样的啊 我特意让他对应了一下啊 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啊 他为什么能够参加 是因为他有利害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他是以自己的名义 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到 这个程序里面来的 那么在复议里面呢 是参加已经开始的 这个行政复议程序 那在诉讼里面呢 是参加到已经开始的一个行政诉讼程序 那仍然呢 是要么申请参加 要么呢 是由居中裁判一方通知的参加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从这开始不一样了啊 从这开始不一样了 大家再看一下 第三人经过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 或者是未经法庭许可 中途退庭的 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哎 你还记得咱们在前面复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 叫做不参加 不影响 复议程序 对吧 那这个里面你把它翻译一下呢 就是 一样的意思 对吧 所以一起理解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然后看第四个啊 第四个呢 里面呢 他在诉讼里面讲了一下他的权利有什么 第三人呢 当然是可以委托 代理人的啊 那咱们在复议里面呢 他也可以委托代理人 对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他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啊 也就是他不是自己单纯呢 只是来做做啊 他是可以去提出诉讼主张的 然后第三个啊 叫做负条件的上诉权 还有叫做负条件的再审申请权 他的意思呢 是说 如果这个判决呀 啊 让他去承担义务 或者是呢 减损他的权益啊 那么 义务增加权力减少 对他有影响 对吧 那么他有权啊 提出上诉 或者是申请再审啊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判决影响了他 对吧 好了 以上这个是三个他的权利 然后这里有个内容呢 跟上面呢 有相同的地方 有不相同的地方啊 但是由于呢 都是跟申请再审相关的 所以我把这个规定呢 提到这里来讲 我再看一下 第三人因为不能规则于本人的室友 为参加诉讼的 总之来说呢 就是我想参加 但是呢 我没能参加成 然后 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调解书 损害他的合法权益的 这是一个前提 然后可以依照第90条的规定 第90条是什么规定呀 就是申请再审的规定 然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支持期六个月内 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那他没有在这个程序当中 所以呢 他只能呢 通过这个申请再审的程序 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好吧 由于呢 这里有申请再审 所以把这个规定放到这了 然后我们看第五个啊 叫做应当通知参加诉讼的情形啊 他说的是这样的情况 一个呢 是同一个行政行为 涉及到两个以上厉害关系人 其中一部分厉害关系人呢 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然后法院呢 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 其他的厉害关系人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为什么应当通知呢 因为呢 他是在之前的行政行为里面 受到这个行政行为影响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为了保护他的权益呢 去通知他参加诉讼 因为呢 不管你对这个行政行为怎么处理啊 尤其是你否定了这个行政行为的时候 很可能呢 都会影响到这个 没有去起诉的 其他厉害关系人的权益 所以呢 给他了一个第三人的身份 然后看下一个 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 法院应当通知他以第三人的身份 参加诉讼 这前面说的那个漏家转 然后还有一个漏家裂的情况 我一起把它放在这了 事实上大家回忆一下 好了 这就是第三人啊 很明显你发现 他比这个服役的第三人复杂多了 然后接下来看诉讼代表人和代理人 什么时候有诉讼代表人啊 就是这个当事人比较多啊 然后选代表 对吧 所以呢 诉讼代表人本身他还是当事人 对吧 那正是因为他是当事人 所以说他跟诉讼代理人当然就不一样啊 你别看他就差一个字 人家是代表 是当事人的代表 他是当事人 而他呢只是代理的当事人啊 他还不是本案的当事人 对吧 然后他同时呢又跟你比较了什么 比较了诉讼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 他当然也不一样呀 诉讼代表人呢 说的是诉讼里面的代表人 而法定代表人呢 说的是这个单位的一个代表 对吧 他都不是一个逻辑 那么在诉讼代表人啊 你要注意诉讼代表人呢 他不是全权代表啊 他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代表 那程序性的事项呢 走走流程可以 但是呢 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实体的请求的问题啊 比如说啊 代表人呢 他去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哪一方的请求 他自己哪一方的呢 或者是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不管是变更放弃自己的 还是承认对方的 都是实质的啊 权力的一个处理 实体的问题的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自己就代表不了了 他必须要经过啊 必须要经过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才可以 而其他的那些诉讼行为呢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程序性的行为啊 他可以代表啊 所以这个里面啊 虽然是放在编析里面 但是这句话是需要大家要把它记住的啊 你要知道 程序性的处理可以代表 实体性的处理呢 不可以啊 要经过全体的当事人的同意 而法定代表人呢 由于法定代表人呢 他是这个单位的啊 是法人的 或者是相关组织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呢 他进行诉讼的时候 他的诉讼权利呢 没有受到限制 而诉讼代表人呢 由于他这个特殊的原因啊 是诉讼里面的 所以呢 他呢 是有限制啊 好了 那诉讼代表人的类型呢 有以下几类 第一个呢 就是典型的 咱说这个人特别多的时候啊 要找诉讼代表人啊 你不能说好多人全都来 那个多了啊 那在诉讼里面呢 说人数众多啊 一般来说是十个人以上啊 这个跟我们在 复义里面的那个五人啊 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呢 他可以推选几个人呢 可以推选 二至五名代表啊 就是最多是五个人 最少是两个人 对吧 他不能是一个人啊 二到五个人 此处呢 请大家比较一下 行政复议的代表人 和行政诉讼的代表人啊 首先啊 让你们推选啊 如果推选不出的话呢 我也不能说 就不处理啊 或者是就让你们都来 对吧 那么就由啊 法院来从中指定代表人啊 代表人呢 作为当事人 他当然可以委托 诉讼代理人啊 好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不具备 法人资格的组织的 诉讼代表人啊 他可能人数也比较多啊 你看一个呢 是这个合伙企业的情况 合伙企业的话呢 如果是原告是 经过核准登记的字号啊 那么诉讼代表人呢 就是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啊 咱们前面讲过 合伙企业里面呢 有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也有不执行的 那执行的呢 就是代表合伙企业来做事情的啊 所以呢 诉讼代表人 就是执行人 然后如果是不具备 法任资格的啊 还可能是其他的组织 不一定是合伙企业 那么这个是 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是诉讼代表人啊 如果没有主要负责人的 那么就推选负责人 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块的内容呢 其实也不是新内容啊 是把前面内容又来了一遍 然后看一下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呢 最简单的变形呢 就是他跟当事人不一样 这个其实你都不用深想啊 因为呢 他是代理着 谁的啊 所以呢 他当然跟当事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诉讼代理人呢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啊 他呢 由于是代理嘛 所以呢 他只能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啊 是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来参与到这个诉讼活动当中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权限范围的 对吧 你不能超过范围去做 但是在这个范围内你实施的呢 这个法律后果呢 这个被代理人一方是承认的 然后第三个 他只能代理当事人一方 不能在同一诉讼中代理当事人双方 这里面请大家补充上啊 就是他只能在一方啊 代理他不能两方同时代理啊 那是有问题的 然后第四个啊 诉讼代理人必须有诉讼行为能力 书上呢 没有介绍什么叫诉讼行为能力啊 但是你能理解的就是 这个诉讼行为能力呢 就是能够满足他进行诉讼的 这个基本的能力 如果他没有这个诉讼行为能力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代理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看类型啊 类型呢有三种 法定的 指定的 还有委托的 我们常见的话呢 你们的印象当中呢 可能都是委托的 但是还有法定和指定 法定呢 是什么情况下呢 一般发生在这个 诉讼行为能力 受限 或者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 那他主要是考虑到 他的年龄 还有精神健康状况的情况啊 那么主要是指这个未成年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啊 这些人呢 他呢 没有办法啊 自己去 直接去参诉啊 需要呢 法定诉讼代理人的参与 然后看指定诉讼代理人 指定诉讼代理人呢 他其实是建立在 法定诉讼代理人之上的 如果这个 法定代理人之间呢 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总要选出一个人来吧 对吧 所以呢 就由法院来指定啊 一个人作为诉讼的啊 代理人 然后接下来是 委托诉讼代理人啊 那委托诉讼代理人呢 是当事人和法定代理人人呢 都可以去委托 委托多少个人呢 一致两名啊 你不能说我搞个天团 不行啊 只能是一致两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 哪些人能够成为诉讼代理人呢 他给了你一个范围啊 比如说律师 然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啊 亲属 近亲属啊 然后工作人员 还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 以及有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啊 这里面一般了解就行了啊 然后呢 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虽然同时作为这个诉讼代理人 但是呢 代理诉讼的律师的权利呢 要和其他人作为代理人的权利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代理诉讼的律师的权利呢 他可以有权按照规定去查阅复制 本案有关的材料 有权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 收集于本案有关的证据 然后对于涉及到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注意这些呢 都是代理诉讼的律师的权利 其他的代理人呢 没有这个权利啊 好了 然后再看这儿啊 这是有关他的程序的问题啊 既然是代理嘛 当然要有一个授权委托书啊 授权委托书呢 你一听这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书面的 那同时你要注意啊 就是如果公民在特殊情况下 是无法书面委托的 也可以有他人来代书 那代书的之后呢 注意啊 由于是他人代书确认的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法院呢 去核实啊 然后再记录再卷啊 那么注意这里啊 倍速行政机关 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啊 注意呢 是相关的机关 如果拒绝法院 像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啊 那一般来说呢 就是跟限制人身自由相关了 对吧 可能是这个机关 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拒绝 让我去找这个人来核实的话 那么就视为委托成立啊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啊 然后那既然授权委托书啊 是要经过法院的 那么如果在过程当中 你解除或变更了 当然也要书面去报告法院啊 否则的话呢 这个人他来到法院了 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对吧 所以呢 要书面去报告 那还有一块呢 是一整块特殊的规定 叫做倍速行政机关负责人啊 出庭应诉啊 然后我把它单独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基本的原则呢 是说倍速行政机关负责人呢 他是应当出庭应诉的 那如果是不能出庭的话呢 应当委托 行政机关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出庭 因为他这里有委托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书上 就是才把它放到这块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行政速度法解释的 128和129条的一些细致的小规定啊 就是啊 有关这个出庭应诉呢 注意呢 他也是可以另行委托代理人的啊 这个跟他出不出庭应诉呢 是两码事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负责人他不能出庭的 他应当是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当然他不是还有这个委托的代理人吗 那么注意啊 你不能说你委托的律师 你就让委托的律师自己出庭啊 所以呢 就相当于你这个在庭上 除了这个委托的律师以外 还应当有行政机关 至少要有相应的工作人员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下一个 涉及到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 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 以及法院书面建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 备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也就是说 虽然呢 我允许你去委托 你们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 但是有的事啊 他们出庭不好使 你必须自己出庭啊 这个圈二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看圈三啊 有正当理由不出庭啊 那么如果有正当理由 不能出庭应诉的 那么你要向法院来说明情况啊 然后并加盖印章 或者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呢 签字认可啊 要出具一个东西啊 情况说明 那如果你拒绝说明理由啊 这就很任性对吧 就是我不出庭啊 我也不解释 不说明理由啊 注意啊 是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哎 这句话你在哪见过 哎 是不是前面说到那个第三人啊 对吧 第三人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还能审 同时呢 我告诉你了 我可以向这个监察机关 监察机关就是管着你行政机关的 还有这个上一级行政机关 来提出司法建议啊 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告诉你 你要跟我说明理由 你要是拒绝说明理由呢 我就是要提出司法建议了 好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第九题啊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规定 下列有关行政诉讼代表人及代理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然后咱们来看A选项 诉讼代表人无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表人 咱说的 他呢 实际上是 哎 当事人对吧 所以呢 他是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然后看B选项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行政诉讼案件 由推选产生的一至两名当事人作为诉讼代表人 他这个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是不对的 对吧 哎 人数众多去推选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至两名是不对的 C 法定代理人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 由法院指定诉讼代理人 这是对吧 咱就说 为什么没有指定诉讼代理人 他的前提就是法定代理人的问题 B选项 诉讼代理人与诉讼代表人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不一样对吧 诉讼代理人呢 他是代理人 而诉讼代表人呢 他是属于当事人嘛 他显然他都不一样 好了 这个提的答案是选C选项 然后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啊 那我不提说是十人以上啊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他是由当事人推选 二至五名啊 代表人啊 注意是二至五 他跟复义是有区别的啊 注意一下 然后其他的呢 哎 比较简单啊 就不解释了 好 这要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